好,大家好,我是吴英俊,又来到这个到底买什么 来,这个福特,Apple,GE,Apple呢比较复杂的对冲,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目前仓位最多,留意这一行,留意这一行 27115,这是一个福特还是在做多的,但是它有一个3万多的减仓 但是还是有27万的留在这里,这是一个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GE,GE呢,这个也是非常强的一只股票 1月15号全都是做多,这个先记录下来 这一边呢,是我刚才自己的整理的一些资料 一会儿再一个一个给大家说,我们现在先把这些找出来,好不好 好,好,日期是1月15号嘛,也就是我们礼拜四进去,礼拜五我们就收钱走 但是你看到一个操作情况是,它这里都减仓了啊 无论是8块钱,11块钱,11块钱,11块5,12块钱这些都有一个减仓的行为啊 最多的这个,简直是1万5张,1万1500张,你看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福特 这个它到期日之前还是有这么多啊 有这么多,这个做多,只有一个做空 它还是25,就福特呢,还是有机会啊 我们也记录下来 我们以OpenIn最多的为主嘛 好,那目前这里只有三个啊 这个一会儿我会放大,一会儿我会放大 继续,我们还找一下,大家不是喜欢特斯拉吗 我们这里就给大家弄一些特斯拉 1月15号,1月15号,这一节啊 只有一个做空啊,看清楚了啊 只有一个做空 只有一个做空,还是两万多张 这个呢,做多一千的 两万七千多张啊 这个结码了,这个反而减仓了 凡是做多的都减仓了 一个 好,又记录下来 好 那好吧,这个今天的这个就看这么几只 大家还是有什么你就告诉我啊 好,那我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仓位前三的是这三个哈 福特,特斯拉,GE 那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哪个适合我们投资 包括最近特别热的这个美国银行 我们也来看一下哈 来,美国银行看到这个BAC有三个 仓位28块 34块5 31块钱 这两个都揭仓了 就这个减仓了 28块钱的这个减仓了啊 但是都是最近的 两个做多 一个做空 还是有点不太好看 好,这样吧 这样看得清楚吗 那这个应该是做多的仓位 它是最多的这个11万张啊 好,那这个美国银行这里 大家自我想一想能不能投资啊 再来看到这个GE 来看一下open in 这个仓位GE它全都是做多啊 这个礼拜它全都是做多 它没有做空 这个GE更加明显的稳一点 但是它呢有一个减仓 这个减了六千多张啊 但是它还有17万张在里面 GE呢 比这个美国银行更加值得做多啊 GE 那么再来看到福特啊 福特 老大呢 就在上面啊 我看一下怎么能 很好一点的这个做放松一下 好,那这个 哎呀 好,来,就这样看 福特目前你看还是这个5块9块5 9块5 9块10块钱 这都是这个礼拜到期的啊 这个都是这个礼拜到期的 那么这个重点来了啊 27万张 这个27万张 还有5万张 这里都有分别有个操作是减仓 这是一个点 然后还有个点的是全都是做多 只有一个做空啊 就差这一个 那这个呢 但它有有一个接仓在里面哦 它一共才7千多张 它接了六千多张 这七千多张里面 这有六千多张 是这个昨天才加进去的 福特这是一个点啊 那再来看到这个大姐喜欢的特斯拉 我就我就 我看一下怎么放大 算了 不放 它数据庞大 一会放了更加难看 大家讲究的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来看到这个一千块钱的扣 它还有两万七千张啊 今天已经是13号了 它再不跑呢 就没机会吧 或者它就觉得就应该能涨 我们来看一些特斯拉吧 还是有机会 你看它最后这十几分钟 啊 从十一点开始吧 从那边 东安时间是两点钟左右开始 它这一段挺出来挺漂亮的啊 挺好的 它原本还在还在跌 它这一段买上来了 那它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现在要不要下个单啊 礼拜三下单 或者礼拜四下午下单 礼拜五早上一早收钱走呢 再来看到一个数据 它全都是做多啊 这个礼拜到期的全都是做多 只有一个做空 只有一个做空 那分别仓位都是100 而1300 900 200 376 这些都不大靠 我觉得最接近原价 就是1000跟900 啊 1000的减仓了 9000反而接仓了 看到没有 那么好 那我如果按照我的个性来选择的话 我还是这个选GE 虽然它有减仓的行为 但是我还是认为选GE比较稳 它全都是做多 没有一个做空了 好 那么这个视频的彩蛋 再看一下 美国银行 看一下最刚刚实时 real time的 这个有什么操作了 Welspargo BABA 我觉得Welspargo搞不好 也是有戏的啊 也是有戏 中通被一个 被13万8做空了 29块做空 27块钱 我现在呢 会改进一下 我的那个图表的功能啊 不好意思 今天大家就讲究 就看一下吧 XLF 现在还有 还有一个多小时收盘 这次拉还是有三个没了 做空 苹果做多 NPC是谁 看一下NPC 原油 那么它今天最跌最低的时候 是43块 它现在应该赚了一波钱了 看一下 它是在10点06分 10点06分 它在这里买了 现在下去又上来一波 那这个它有可能啊 它有可能是今天的 这个一会拿着过夜的榜首啊 留意一下 先观察啊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